抓鹅回来 李大姐为我引荐了胡宝祥大厨 这道树莓炖大鹅 就是她的得意之作 不过还没起锅 胡大厨就让我去摘了几只梨 她说树莓酒浸梨 也是她的拿手菜 胡大厨 这个梨拿回来了 这个你削了皮 削皮的 咱们这个树莓炖大鹅这个肉 您准备怎么处理 准备先拿树莓酒腌制一下 腌20分钟 第一个提鲜 第二个是去腥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 大鹅和树莓还能做这么一道菜的 因为满山遍野它都是树莓 当地人用树莓来酿树莓酒 这个鹅需要用酒来腌 我就用树莓酒代替了原先的酒了 然后有很浓的树莓果实的味道 我这梨削得差不多 土方去蒸一下让它们 哦 蒸一下来 对 切好的梨上锅蒸熟 用自酿的树莓红酒腌制两个小时 色泽诱人的树莓酒浸梨 酸酸甜甜 爽口开胃 这边鹅肉也已经腌好了 吃树莓长大的鹅 不焯水 不放油 鹅块直接下锅煸炒 煸出腥味较重的鹅油 鹅块炒至焦黄时捞出备用 油锅爆香大料 葱 姜等调味品就可以放入和肉了 这是什么酱啊 这个是蜜汁酱 像这个黄豆酱的味道 对 这个酱煸炒30秒 然后瘦肉均匀就可以了 对 素梅酱 哦 素梅酱下去啊 咱这个酱是用那个番茄撒斯 素梅浓缩汁提炼出来的 下一步加咱那个素梅酒 观众朋友们 大家看好了 哇 这酒我先抱着都费劲啊 这就是咱们的素梅酒 对 素梅酒 哇 我这人当中第一次看见这么豪横的菜啊 那还是坛子下酒 倒半斤 倒半斤下去 对 倒半斤 哇 这个菜太豪横了 我天哪 这个看上去就有点不太一样吧 酒是去除肉类兴山的佳品 燃烧的素梅酒快速地挥发掉鹅肉的腥味 倒入素梅汁大火炖煮两个小时 素梅的果香渗透进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当中 油汁与果汁互相交融 汤汁更加浓郁鲜美 色香味俱全的素梅炖大鹅出锅 一桌丰盛的素梅大餐也准备妥当 素梅牛肉 素梅果冻 素梅饺子 各色素梅菜肴让人垂涎欲滴 来来 吃吧 吃吧 你尝尝 嗯 感觉这个鹅的油还挺足的 感觉我一咬 这个汁都抱在我嘴里了一样 特别香 仔细这么一品 它有一种淡淡的果香味 也就是咱们的素梅这个味道 满满的幸福感 就是都洋溢在我的嘴里 李大姐和她的伙伴们结合本地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引进开发出适合当地发展的高效农业 与当地农户一起走上了合作共赢的道路 一桌精美可口的树梅宴席 是对他们的最好的回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